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也会演奏一小段来给同学听听看 以及这个是比较迷你版的黑洲谷 最后一个这个是黑洲沙灵 好 那进入这个单元之前会有个小活动 要请同学写出这个影片当中呢 这些打击乐手他们就使用一个咖啡杯 来做打击乐器的创作节奏的创作 那你要写出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杯子 来产生这一段这个音档的 所以你要写出至少六种发生方式 好 那对最后一个活动 老师有个活动预告一下 有一堂课会请同学准备咖啡杯 可以是你早上上学之前 你有买早餐的饮料 好像豆浆 咖啡 任何一种饮料杯你都可以留着 我们会来做一个top song的节奏的呈现 好 那我这个先大概让你们看一小段 大概是这样 好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今天的第一种打击乐的类型 这个随手可得的击乐 好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很常在悄悄打打 直接拍手啊 好 或是拍桌子 或是脚踢地板 好 这个都是 好像老师家里现在就有人在装修 好 所以你都可以听到那种 钉子的那音 钉钉钉钉钉钉的声音 好 那又或者是有同学 喜欢帮同学在球场上加油 那球场尤其是棒球 都会拿那个加油棒 就打那个节奏 而且大家都非常整齐花异的那个节奏 好 这种也是一种节奏 这种节奏上的呈现 尤其是在得分的时候 那个加油团队就开始指挥大家 要开始打那个球队专属的节奏密码 这样 好 那老师今天要介绍的两种 两个打击乐的类型 一个是英国的打击乐团 就是破铜烂铁 STOP 就如同右上角 这张图片 那在图片当中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用一些回收啊 或者是这个废弃物品 来当做是他们打击乐器的素材 例如像垃圾桶 或是油桶 那Blueman呢 Blueman是右下角 他们的特色就是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这个没有穿衣服的地方 全部都涂上蓝色的 那这个视觉效果就蛮好 蛮吸睛的 然后他们一样也是用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的器具 来当做是乐器 像是有锅盖啊 厨房当中的用途 或者是钢筋 水泥扫把 甚至是PVC水管 来做一首旋律的打击呈现 好 那这个我就在课堂上在库房了 这个就是要让你们猜一哥 猜猜看 他们用这个PVC水管 来演奏谁的歌曲 那好 再来要跳过啦 第二种类型叫做剧场室的吉乐 那剧场室的吉乐就是说 他们这些演奏家除了在演奏吉乐 那同时他们也需要有戏剧上的表现 要一边演一边打击 那所以呢这种剧中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 他就会有男女主角 会有配奖的出现 那我比较知名的呢 就是国内的这个朱中庆打击乐团 他们从1986年就成团到现在 那早期他们主要是在推广打击乐器 可能就是教授一些打击乐的课程 然后慢慢的到大概这十年十多年 他们开始转型往多元发展 例如他们会拍摄一些结合一些广告啊 一些形象广告 再搭配打击乐器 又或者像我们图片当中看到了这个 这个豆家宝宝的音乐会 他就专属于儿童的一个节目 就会让小朋友呢可以一边欣赏戏剧 你又可以听到这些打击乐器的这种节奏律动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参加他的课程 那他呢每一年都会有推出不一样的主题 好像右上角 这个是2019年他们推出的淘气旅行箱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戏剧的呈现 那这个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活泼 所以他其实还蛮吵闹 很欢乐的气氛 稍微让同学感受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用一些 妈妈在厨房里面会煮饭用到的 这些锅子啊 勺子啊 汤匙来做击乐的呈现 好再来第三个类型是相互较劲的击乐 因为不同的打击乐器呢 他其实可以产生不同的风格 有的可以很舒紧 那有的呢就是很这个动感十足 那不同的击乐表演 也可以传达出不同的喜怒哀乐 像刚刚那个豆家宝宝 因为就是属于比较欢乐的 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这就是属于较劲意味十足的 这个呢其实是一部电影 这个《罗骨宣篇》 它的其中这个两个 男一跟男二在对决 他们在相互较劲 这种行进乐队 其实美国很蛮流行这个 因为美国他们很注重的就是他们运动 尤其是在大概九月 每年的八九月开始就会有他们那个 NCAA举办的那种美式足球赛 那美式足球赛呢 大家最想看的除了是这个足球场上的 这个互相较劲以外 还有就是他们的拉拉队 跟行进乐队的表演 好那等一下电影当中你就会看到 好这是有两队的 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乐队 来帮他们的球队加油 你可以看一下你觉得哪一队 这是比较厉害的 对那我讲一下 我就说在这个足球场上呢 除了有提足球的 但还会有一些愚性节目 左向角这个呢就是一个行进乐队 他们就会在足球场上炒热气氛 比如说今天这个足球场呢 这是老师的学校 是Michigan State 那他们自己 我们学校自己的这个行进乐队 Marching Band 就会到台上去演在这个球场上演奏 而且呢还会变换队形 那像右边右上角这张图 就是老师学校的那个吉祥武 是一个Spartan的这个武士 然后就把他排列成这个形状 然后一边变换队形一边演奏 好那下面呢这就是他们重头戏 就是他们的quarterback 就是报球啊 快冲锋陷阵要去得分这样子 其实有点暴力啦 但是很刺激 那这场比赛就是很关键 好像最后最后的 不知道十秒还七秒内 我们竟然反败为胜 让同学感受一下 那这个就是罗伍宣天 其中有两队 他们在相互较劲 我的影片 想想再看啊 好再来是第四个类型 叫做祈福庆典式的吉月 好那这用在祈福 和庆典上 最有名的就是太古 日本的太古 那个又可以称为是大古 因为那个古真的 真的非常的庞大 原来说太古是一个丰满很圆厚的古 所以他这个打出来的声音 声响非常的磅礴 那这个太古其实源自于日本 是一些日本的一些重要的庆典啊 或是神社有一些庆典的活动 他们开场乐器 就会演奏这个太古 他们觉得这个太古有什么作用 所以虚谋还有迎宾谢神的作用 讲到太古 大家最熟悉就是会去那个汤姆熊玩 那个太古达人 或是switch也有这个游戏这样 右边这个就是神社 没有鸟居 好 那为什么会老师想要找这张图呢 你说你比较难想象 毕竟这个是日本的文化 日本神社的太古就好比我们台湾 庙会也有一些螺谷 有时候一些庙会呢 你去比较乡下的地区 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八加九啊 或者是那个七爷八爷初巡 那初巡呢 总不能就是只有人物登场 一定要有一些古类来帮他助阵 提降他的声势 就会在敲锣打鼓 所以这种用古类来炒热气氛的呢 其实在各个国家比较传统的庆典上 都是蛮常见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左边那个是日本的太古 他甚至要做梯子 才可以爬到顶端去做敲击 这也是一个他们很盛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好 那老师要介绍一个团体 那个鬼太古座 那日本的鬼太古座呢 他们的logo 我想左边这张图 而且在他们乐器当中 都会出现这个logo 就知道就是在挤这个团体 那其实这个团体 他其实这个符号设计的灵感来源 就是源自于八卦符号这样 就是要来做一个调整 好 那这个是一段太古的表演 我就会请同学写出三个特色 你看你有观察到这个影片 你有看到什么 好 那再来这个是一个小队竞赛 那这些节奏呢 总共会有 我记得有实体 都是我们其中考过后 有一个节奏考试 那会请同学呢 上来抽签 你看到你抽到哪一题 你就打哪一题 这是我们太古达人的节奏练习 那我在这边一样示范给同学看 这是普立一 那普立一呢 是第一个小节是有负点 那你会觉得 这个第二拍 为什么会有那个休止 其实你不用管它 它其实第一拍 跟第二拍打出来的项果 是一样的 那我来示范 那第二题呢 普立二是这样 普立二呢 第一小节跟第一题的第一小节 不太一样 是在他们第二拍 普立一它是两个负点 是这样 但是普立二不一样 普立二是 它是没有负点 它的第二拍是没有负点 我刚刚打的是普立二 它最难的就是在第三小节 它有一个 这个32分音符 所以很快哦 那我再快速打一次普立一跟普立二 好 再来是普立二 好 再来是第五个类型 是又唱又跳的吉乐 这是老师最爱的非洲音乐 African Music 那以前在非洲呢 他们没有文字 所以呢 他们多半是靠口耳相传 就是唱歌的方式 来传递一些重要的讯息 或是部落里面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透过唱歌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唱歌呢 这跟我们台湾原住民一样 风年纪 祈雨纪 或者是村庄里的什么婚丧喜庆呢 都会唱歌 好 那我要介绍一个比较少见 比较特别的乐器 这个说话鼓 你知道这个说话鼓 它可以模仿人类讲话 因为呢 它其实 这个鼓是长得类似像这样 只是说外观不太一样 它外观有绑一些细绳 然后是夹在腋下 那借由夹这个绳子 它的松紧 它就可以产生不同的阴高 很特别 然后在用一个鼓棒 有点像拐杖那种鼓棒 拐杖堂那种鼓棒 在敲击这个鼓面 好 那我们就欣赏一下 类似这样 看它夹住那个琴 好 再来下一个介绍 就是我手上拿了一个金贝鼓 这个金贝鼓呢 象征什么 就是它其实长得有点像高脚背 它是中空的 象征的是大家 这个的尖板 就是大家和平相处 跟和平相遇的意思 那它的鼓声呢 是中空的树干所制成的 鼓皮呢 鼓皮就让你们猜猜看 这个白色 然后是用什么做 好 这个我就在课堂当中 我就传下去请同学 可以打打看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鼓面非常脆弱 千万不要拿笔去刺它 去报备 那下一个是非洲沙灵 好 这也是 这是一个超级乐器 那通常都是用那种比较大型 中大型的果实 把它晒干 然后里面再放入一些小石头啊 或者是一些骨类 就可以产生这种声响效果 那老师这是比较简化版 你可以看到图片当中 图片有一个是野鳞 用就是coconut的果实做的 然后外面是绑一些珠子 有沙沙的效果 那右边呢 那个是铁虾灵 然后它就是用铁的珠子 放在外面 声响效果完全就不一样 那它可以用咬的 拍的 或是摩擦 好 因为我这个是假的 但是如果你上面真的是绑这些 有这些这个珠子啊 或者是一些铁珠子 它的效果更明显 好 那再来是拇指琴 拇指琴就像老师手上拿的珠子一样 它其实琴键呢 就是交错 so中间 re mi fa so la sing 一走一右一走一右 这个是非洲很特有的乐器 它的琴键呢 7到30个不等 那这些就是一些小小的铁片所制成的 以前最早以前是用竹片的 但是竹片是不太耐用 所以用比较大的一波 它就断了 所以后来都改成这种铁片 那每个部落会有不同的母子琴的样貌 那右边这是主要的这两种 好像老师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算是肯亚这种的 Kalim吧 卡琳八琴 那老师以前在美国说的 我的确是有玩过这个Sing Babway 这个MB啦 它是两层的琴键 那演奏这个呢 都是为了他们一些特定的节日 比如旗语啊 或是赶走邪气等等的 好 那母子琴的示范 好 我就简单演奏一曲 我看一下 这两首小星星跟两支 我会请同学上来演奏 这些呢 就是我在课堂上在演奏 我简单弹一下这个 它的音色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好 我就快速跳过 再来是这个非洲音乐的特色 因为鼓类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乐器 它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节奏 甚至呢在非洲的这个庆典当中 除了有音乐还会搭配舞蹈 甚至还有歌声 他们很喜欢跟观众做互动 好像近期就有一些非洲的 这些街头艺人的团体 会来台湾演出 那他们就会会喜欢 也叫观众啊 到台上去跟他们玩 那非洲音乐的特色是什么 就这三种 有节奏感 而且他们节奏很复杂 他们不是像很简单的 就很正规 不是他们很喜欢 就是他的重音有点挫制的重音 他们的抓独弹化 他的拍子在哪里 那另外就是会有个即兴的演出 跟爵士乐一样 那这个是要请常学试课程的时候再看 好 再来这是一个节奏挑战 那我一样就示范 他没有很难 那你只要把数字数清楚 再搭配节奏就不会打错 他是这样 123 12 123 123 12 打起来是这样 123 123 12 123 123 12 这样 好 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你23都不要打 你就是打1就好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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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这一首就是用左右手去打 就是一起右左右 一起 右左右 一起 右左右 一起 好 那再来第六个类型是特殊台词 就是钢骨 钢骨呢 它就是用55加伦的油筒 然后经过手工去调整 你可以看到钢骨 它的这个骨面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凹洞 所以它都纯手工制作 所以钢骨的价格非常非常昂贵 每一个凹洞都有阴高 那因为每一个骨做的方式都不一样 它的凹洞的这个阴高也不同 所以你必须要去针对这个骨 你去记它的阴高在哪里 它是难度蛮高的 因为每一个骨都不一样 好 你要熟记那个位置 你才有办法去打出一首 这个钢骨的打击 打击月的指 好 那这个是当时我给同学看的钢骨 好那再来最后这个 好这个声响多变的 这个就是木香骨 那当然你看图片当中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比较正式在演出的 木香骨 它的形状就很像一把一 有时候你不注意 你还以为那个真的是一个板凳 那其实它是自古 而且有一些街头艺人 满喜欢带这个乐器的 因为它不是很重 虽然体积就像一个小板凳一样 但它不是很重 很方便携带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木香骨不是只有一种音色 它有两种音色 你打在骨的中心 你看我这个 我走在骨中心 那你如果打在这个骨的边缘 那就是两个不同不同一色 好因为我这个是旅行版的 所以它没有那么明显 但真正在打的比较正式版的 这个骨它的音色很区别蛮大的 就是一个是大骨的音色 比较厚 一个是小骨的一些比较清脆 这个是要请同学看 这是周杰伦的道者 他也会打木香骨 你也有看到木香骨 请举手这样 好这是老师会在课堂上示范这个木香骨 这个是这个节奏 这个呢你就记 左右右右右 左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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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四题 接下来第五题是这样 右右左右 右右左右右右右左右 好这也是我们课堂上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到这边 这个身体节奏的预告 我会等到课堂上再说 那我就先把画面切换到 我们的这个荧幕的尽头 好 那这堂课主要是介绍 一些比较特别的打击乐器 下个礼拜会介绍 就是你在交场乐团当中 会常见的打击乐器 或者是你小时候 像铃骨啊 小时候就玩过铃骨啊 三脚铁这种 老师就会把它带到课堂上去 这个给同学操作这样 好那我们的课堂精华就到这边 拜拜